把一张图片乘二,乘二,再乘二 铺满整个屏幕,无限延伸 鬼畜又魔性,总让你看了还想看 而最早挖掘,放大我们这种恶趣味 将Ctrl-C,Ctrl-V定义为一种艺术手法的 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角,安迪沃霍尔 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安迪沃霍尔 想要了解安迪 Ctrl-C加Ctrl-V 如果是在今天 安迪沃霍尔一定会为骂是不动脑子的搬运工 连洗稿都懒 但他生活在20世纪 工厂里的流水线 超市里整齐的货架 电视广告里流浪案和总统都在喝的 是同样配方的可乐 美国梦让每个人幻想自由平等的未来社会 艺术当然也要平等 他热爱这个大量物品生产的世界 安迪看明白了商品的本质 而商品的本质就是复制 他成为了第一个商业艺术家 将两个对金钱和意识形态极致追求的名词结合起来 艺术的边界第一次被凿开了 它不再只是小圈子精英游戏 安迪把所有人都拉进厂里 来审视艺术 评判艺术 嘲讽艺术 消费艺术 再到关注艺术 参与艺术 一个叫安迪沃霍尔的超级品牌 你管他叫POP艺术家 不 他其实是一个品牌设计师 他创造的品牌logo是这样的 Slogan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是美的 那就没有人是美的 当然 他还亲自拍了一部意境十足 让你胡思乱想的宣传大片 安迪不断探索品牌和市场营销的影响力 营销自己来推动他的艺术风格 安迪把自己做成了超级品牌和最畅销的艺术商品 他用创新的艺术表现来使艺术流行化 他进入电影 音乐 不断跨界 融合 走向大众 走入大众 直到融化到人群里 他是安迪沃霍尔 同时也是他的作品 安迪甚至称呼他的工作室为The Factory 考虑到工作室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工作 这样的称呼倒也合情合理 就像任何人可以拥有工厂里生产的产品 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安迪沃霍尔 在未来 每个人都会成名15分钟 网络时代验证了安迪的预言 今天我们只要打开手机 能5G冲浪 能发表言论 只有可能一不小心 成了网络红人 安迪成功遇见了这个时代对于影像的失谜 我们自己也成了影像 成了我们个人的品牌 成了我们消费世界的一部分 图片 视频被疯狂的复制传播 只要有足够的曝光 只要敢于展示 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成为超级明星 当一束聚光灯射向你 或者一台摄影机对准你的时候 你是否准备就位 如果沃霍尔生活在我们的时代 应该是一个新媒体艺术大师吧 安迪沃霍尔在我的心中 一直是那种天台型的艺术家 你可以有一千种态度去定义它 去自由地感受和解读它 但是没有人会忽略它 在今天 设计师们二次创作 制作良心视频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举办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 从安迪沃霍尔美术馆的馆藏中 精选近400件作品呈现 看到它在各种媒介上 复制和在线的尝试 从中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绝对诚实的安迪沃霍尔 它告诉我们 我们是谁 我们能成为什么 它希望它是我们每一个人 它希望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艺术设计又多了一些理解 记得关注丁拉比州电台 点赞收藏 下个视频与你继续分享 拜拜 请不吝点赞收藏